文娱乐圈探场湖南台真人秀节目 妻子的浪漫旅行刚开播时 节目组就曾要求几位丈夫给妻子写亲笔信 镜头记录下了各位妻子读信时的反应 同时也展现了几位丈夫的字迹 陈小春 郭小冬 古兴博的字迹相对聊好些 张杰的字迹则给了观众意外惊喜 没有想到张杰除了歌唱得好之外 还写的一首漂亮的字 节目组看到张杰的字写得这么好 立马采用了配合文案将其呈现在了屏幕上 近日张杰看到了自己的字成功登上湖南台的屏幕 难言激动之情 特意发了一条微博 真看到自己的字了 配上画面还挺温馨的 湖南台可不是头一回这么操作了 还记得《花雨少年》第二季播出时 光看脸可猜不出字 写得怎么样 一起来鉴赏下当红男星的字迹吧 先来看已经在中西入学的一样清洗的 他的字迹略飘逸 整体看起来还是很有美感的 不愧是从小就练书法的人呀 王源的自清秀工整 也不错 看得出平时没上下功夫练习 王健太德略性一筹 但还不算太差 刘浩 远然的字也蛮工整的 感觉他每个字都写得小心翼翼的 导致自己有种蒙蒙的画风 归国字字写得都不怎么样 陆寒写得歪歪扭扭的 皇子涛无依法写得和小学生差不多 张一星写得还算规整 但也不会好太多 张若云写的字 同样以言难尽 相比之下 李一峰和洋洋的字看起来舒服多了 胡得的字没有让人失望 写得很整齐 圆软的美感有木有 跑去日本留学的蒋敬夫 字写得很有水平网 比很多女生写得还好看 张一山的字了解下 很多网友表示被惊艳到了 真的看不出这些字出自他手 俗话说 一山更比一山高 陈晓的字写得比前面几位男星都好 甚至比景博然的还好看 你最喜欢谁写的字呢